会想要买房就是因为租房子根本就是在帮房东付钱 而且如果是在台北市租的话 很多人光是租房子的薪水呢 就已经占薪水的一大半了 而最新的统计台北市租金痛苦指数 跟全球主要的城市相比 竟然只排名第十九名 输给了北京、上海跟东京等等东亚的知名城市 被称为是租屋天堂 但是对比这个现实世界层呢是感受差很大哦 因为最新公布的六月租金指数持续上涨 精致小巧的楼中楼套房 但是一看用来睡觉休息的空间 一个一百七十七公分高的男生 坐直身体就会顶到天花板 像我在床上就是 坐直就差不多是顶到天花板 像这间单层六坪的楼中楼套房 在林森北路一个月的租金就要一万八千元 如果再加上水电、网路费 平均一个月租房支出将近两万 对一般上班族来说 已经超过月收入三分之一 甚至一半负担相当大 如果你全部的东西都要点满的话 你的租金就一定会很高 对所以你势必要牺牲一些东西 可能是坪数 可能是地点 但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全球租金痛苦指数出炉 台湾竟被称为是足无天堂 租金痛苦指数竟然只有十二点八七 远低于上海和东京 而最高的是印度梦买痛苦指数高达一百九十 第二高的则是北京 租天堂我觉得没那么夸张吧 现在是很多那种很小的坪数 然后几千块一个月的 住起来的品质就是不太好 住家里当然省蛮多钱的 毕竟台北物价也比较高 那租个房子可能薪水的几分之几 就全部拿于缴房租就少了很多钱 根据主机总处统计 台湾六月份的租金指数创历史新高 达一百零三点六六 但年增率最高的地区 其实在中部达到百分之二点五九 南部则是年增百分之二点一一 最近这几年来的房价 确实涨幅是比北部还要来得更大 台北市的这个租金的基期比较高 但基期比较高之下 即使说每一瓶涨了一两百块 其实涨幅也相对也要有限一点 全台租屋足将近三百万人 虽然租金补贴上路 但要称是天堂真的差好远 东森财经新闻 许千里观望台北报导 台湾英雄全民加油 体育上市看东森 I will show you